在導演陳昆厚的牽線之下 2015年台南市素人國小的學生們 到成功鎮比西利安部落 進行了一場創作小旅行 促成了2017年7月15號到9月10號 在台東美術館集合畫家吉米 素人國小學生和藝術家拉開子達利夫的 許願一個夢想連展 記得很清楚 十年前我們在這個館的前面 做這個開館的典禮 沒想到一路走來已經十年了 那我自己擔任現場也已經邁入第八年了 所以其實這七年多來 我們投入在這個美術館 讓它不管在硬體 尤其是在展出的這個內容上面的提升 這幾年真的是有非常非常長足的進步 我們現在一年裡面 有六七個黨 大概都是真的是國內頂尖 甚至於是國際的大師級的 所以每一個黨都非常的精彩 那像今天開幕的這個吉米老師的展 當然他跟拉黑子老師跟素人國小的合作的展出 可是包括吉米的這個展 這個在幾年前他曾經在這邊展過 我們就讓很多人很多人都非常喜愛 我相信這個夏天應該會很多的大朋友小朋友都能夠把握機會來到這裡 那十月一號開始的這個展 我們就是要為了十周年特別來舉辦 那我們會辦一個大師的回顧展 就是過去這十年來 曾經在我們台東美術館展出的 比較知名的這些大師 他們也都願意共襄盛舉 提供他們的作品 然後我們來辦一個聯合的回顧的這樣的展 那到時候一定是無比的精彩 那我們也期待透過這樣的方式 來幫台東美術館寫下一個十年的足跡 然後期許未來的十年更精彩更豐富 配合展覽將舉行兩場講座 第一場在7月16號下午 由吉米主講我所熱愛的創作 從向左走向右走到忽遠忽近 第二場在7月30號下午 由拉黑子達利夫主講回家 從創作中尋回最真實的自己 展覽期間將辦理版畫工坊 邀請美術老師吳宏昌現場指導創作 分別是7月29號、30號上午和下午 共四個場次 每場次30名 望明表從7月16號開始 可到美術館服務台索取 黃夏的採訪攝影